顽皮可爱就是我 我就是米小圈 米小圈 动画成语课 兵不厌诈 这是谁的一百块呀 小圈爸 这是不是你的钱呀 钱 怎么可能是我的钱 我的东医脸还干净 你又不是不知道 说的也是 小鸭 还想炸我 我藏钱能让你知道吗 你还真以为我不知道啊 你大哥朝该都招了 就你还嘴硬 说 宝贝究竟被你们藏在哪儿了 米小圈 我在你房间找到了二十八块钱 不好 被发现了 说 你哪儿来的钱 这是我辛辛苦苦攒下的 买漫画书的钱 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看漫画书 这钱被没收了 行啊 儿子 能攒下这么多钱 这下完了 多被你妈没收咯 我说你啊 还是太年轻 哼 我年轻 我年轻比老爸你不敢藏钱巧 呃 什么 你说我不敢藏钱 嘿嘿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实力了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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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藏钱的关键就是要 出货衣料 叶牙木 出其不易 看到了吧 儿子 只要地方去呢 没有灵钱藏不了 老爸 嗯 你这些地方 我都能想得到 有没有什么更让人出货衣料的地方 哼哼哼哼哼 当然还有了 这可是你老爸我的独门绝技 儿子 千万别眨眼 你可要看好了 哇 老爸 你真是太厉害了 嘿嘿 老妈 快进啊 李小圈 干得漂亮 李小圈 你这是坑爹 哈哈哈 老爸 这叫兵不厌诈 同学们 刚才小圈妈利用计谋 成功骗得小圈爸私房前的故事 正是一个现代版的兵不厌诈 现在 我们就一起回到诸侯争霸的时代 看看那会儿的兵不厌诈 是一个怎样的故事吧 公元前六三二年 楚国攻打宋国 宋国向晋国求救 救命啊 晋国出兵相助 彻底激怒了楚国的国君 楚国撤掉了对宋国的包围 全力向晋国杀来 这时 晋文公却下令全军后撤九十里 这并非因为晋文公害怕了 而是为了报答当年的一段恩情 嘿嘿嘿 原来 晋文公重耳 当年做公子时 受后母利基的迫害 只好离开晋国 逃亡在外 最终逃到了楚国 受到了楚成王的保护 和热情款待 成王啊 你说 寡人待你不保吗 大王待我恩仲如山 他日我一定会报答您的 哦 你想怎么报答我呢 大王 金银珠宝 铃罗仇断 您啥都不缺 我能给您什么呢 假如托您的福 助我当上晋国大王 到时如果咱们两国打起仗来 我必主动推让九十里 到时候如果您还不满意 咱们两国再交手一张高下 好 望重耳信守承诺 一定 来 干杯 为了信守当年的诺言 晋文公一而再 再而三地推让 楚国联合了陈蔡两国的军队 却对晋军紧追不舍 哎呀 当年楚国对我有恩 今日我就得处处退让 这仗怎么打 大王 现在你已经遵守了当年的承诺 退后九十里了 这已经算人之一尽了 战争可不是儿戏呀 任何失误都可能导致全军覆没呀 那我该怎么办啊 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 我们不妨用点欺诈的手段迷惑对方 然后出奇之胜 嗯 好吧 就按你的意思吧 晋文公听从了虎眼的策略 首先击溃了由陈蔡军队组成的储军右翼 然后主力假装撤退 引诱储军左翼追赶 再以伏兵夹击 储军左翼大败 中部力量也被迫撤退 晋军获得胜利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成仆之战 晋国取胜之后 宇齐 鲁 送正 菜 举味 等过会谋 成为诸侯霸主 同学们 这就是兵不厌诈的故事了 这回你们知道他的意思了吧 知道了 他比喻用兵不排斥用欺骗手段迷惑敌人 也只用巧妙的手段骗人 哇 这个晋文公太聪明了 可以用这么巧妙的手段骗人 哼 我看啊 晋文公就是太坏了 人家帮了他 他还要用欺骗手段迷惑人家 你们俩说的都对 兵不厌诈是一个中性词 也可以指善于运用各种策略迷惑对方 从而赢得胜利 同学们 知道他的反义词吗 我知道 先礼后兵 非常好 先礼后兵 比喻先以讲礼貌的方式与对方交涉 行不通时再使用强硬的手段 你们谁能用兵不厌诈造个剧吗 老师我来 足球比赛进行到了关键时刻 米小圈用一个假动作 迷惑对方 然后快速把球传给了铁头 真是兵不厌诈 不错 好了 今天的动画成语课就上到这里了 我们下节课再见 米小圈陪你快乐学语文